那我今天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上次分享到属灵增战得胜 今天我还有感动 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一些的真理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 在末后的世代 真的这一块真理我们真的要认识 我们才好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庭 也保护我们的教会 感谢主 愿我们在主里边 每天都能平平安安 喜喜乐乐 每天都能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和祝福 阿妹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大大的祝福大家 阿妹 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我们每天都得蒙祂的看顾和保护 这个世界真的不容易 这个世界真的充满挑战 这个世界真的充满好多的苦难 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我们可以得蒙祂的看顾和保护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以福所书的从第六章 第十节开始 我们先念一段 今天经文上面多一点 这个经文 我们先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 我含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于收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制正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苏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稳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挡着带子束腰 用公义挡着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挡着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挡着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靠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阿妹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 是于那智政的掌权的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阿妹 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仇敌 对不对 就是魔鬼撒旦 就是魔鬼撒旦 和他那个军团那些小鲁鲁 人不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过去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 哇 好多人挡我们的敌人 甚至把我们身边的人 挡住我们的仇敌 其实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位 就是魔鬼撒旦 有时候我们人会被恶者利用 被恶者诱惑 有时候会伤害我们 有时候甚至会欺压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是背后魔鬼撒旦的作祟 而这个叫属灵征战 所以在末后的时代 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 然后圣灵经这说什么 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是我第一次去华人教会 就是金杰刚才说卫理工会 我当时第一次去卫理工会 参加那个小家 我印象当时他也在那个小家 仁爱小家 我第一次去上那个Alpha Cause 他们去讲的这个全副军装 哇 所以就把我的心就打动了 我觉得太好了 我觉得哇 这个全副军装太厉害了 当时我也不明白 那个全副军装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一听 我就觉得挺好 哇 然后我第二次又去了 然后第三次又去了 就这样就认识上帝了 后来也是在这个卫理工会 也是黄牧师带领我觉知信主 然后后来他帮助我洗礼 后来我们到风筝神明教会里边 在里面一起来成长 一眨眼就二十多年过去了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以佛所述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继续分享 关于属灵征战得胜这个题目 我会和大家分享三点 三点 根据时间我们看 尽量分享 第一点就是靠主得力 做刚强人 第二点 我们要认识仇敌魔鬼撒旦 所以我们要属灵征战 我们一定要认识那恶者 刚才圣经上说 我们要识别 要认识魔鬼撒旦的轨迹 我们才可能得胜 才可能占领得尾 然后第三点 我们就是要穿戴军装 要占领得尾 这个非常重要 在这个时代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不是与那个人增战 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 与恶魔来增战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属灵征战的真理 上次我们和大家 告诉大家一些兵器 靠着主的学 靠着主的名 靠着主的爱 靠着主的话 靠着主的灵 靠着主的十字架 靠着主的得胜 这是上帝给我们属灵征战的 一些兵器 那我们还要怎么 识别 认识我们的对象 认识魔鬼撒旦 认识仇敌 我们才可以怎么 知己知悲 拜战拜圣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宣告 我们风筒生命教会 是一个得胜的教会 我们的家人们 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都是得胜的 在耶稣基督里边 我们可以天天得胜 好不好 天天得胜 每天都得胜 哈利路亚 我们要站立得稳 我们要刚强壮胆 要站立得稳 要做这个刚强人 第一点 靠主得利 住在主里做刚强人 刚才六章十节这样说 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人 这个 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保罗经常会说 我还有最后的话 我还有末了的话 这个就是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有时候 哇 我们走了走了 还要跟你说两句 还要跟你交代两句 交代的重要不重要 那就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放心不下 他要吩咐我们的 保罗也是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那证明下面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要告给我们 然后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人 他原来的意思 靠着主 靠着主是什么意思 怎么依靠主了 怎么依靠主 哈利路亚 我们靠人的话 不容易靠主 靠神的话可以靠主 他是信实 美好的上帝 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是住在主的里面 靠依靠主 靠着主 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实时与主相连接 实时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他的能力就会复辟我们 阿妹 他的灵就会充满我们 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的权柄 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住在 靠着主 就是住在主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着 他的大能大力 我们就可以做刚强人 哈利路亚 所以每天 我们要与耶稣相连接 如果你说 哎哟 我要做刚强人 但是你好主没有连接 你就靠你自己的话 哇 这个真的不容易的 因为魔鬼撒旦 他属灵的 他已经活过太多年了 我们这个 应当说创造人类到今天 大约可能有六千年 不像进化论说的 有几百个亿 几千个亿了 应当说从亚当到现在 我们人类的历史 也可能就是大约六七年的时间 到第七天了 就是安息日 也许就是说 上帝看千年如一日 那个六日到今天 差不多就是六千年 大约了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圣经上没有这样绝对地说 但是很有可能 我们人类只有六千年的历史 然后到第七天 就第七个千年 可能我们就进入千年国度了 所以现在根据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是主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主来的日子非常非常近了 所以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靠着主 每天刚强站立 做刚强人 我们还要服侍上帝 我们要服侍人 我们要做主的工作 那首先我们要怎么样 要站得稳 要做刚强人 阿们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所以简单讲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哈利路亚 佛容声明教会每一个人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 感谢主 除非神把我们接走了 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的日子 我们要靠主 让主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 每天住在耶稣基督里边 就像那个挪亚一家 你发现当时是大浪淘天 起起四十九天的雨 哇 外边下的好大的雨 但是他们一家八口怎么样 在挪亚 在方舟的里边 他们平安不平安 那里边有鸟叫 那里边有各种的 哇 当时那个老虎也不吃他们 都是他们的玩具 好美啊 你家里面都不用养一养 什么宠物狗 宠物猫 各样的 方舟里面好不好 其实真的很好了 但是外边大浪淘天 外边可以说就是苦难的世界 就是黑暗 就是罪恶的世界 但是他们一家八口在方舟里边 哇 无限的美好 哇 一家八口在家里面团契 在家里面敬拜主 赞美主 感恩主 我相信那个默示 那个方舟代表什么 就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是默示 主耶稣基督就是默示的方舟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像挪亚当时在方舟 我们今天也是在默示的方舟 就是每天靠着主 就是住在主里 就是住在默示的方舟 耶稣基督的里边 哇 我们就得蒙神的看顾 就得蒙神的保护 我们也可以得着力量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刚强人 好 我们再看两节经文 这是内在生活最经典的经文 我鼓励大家能把它背下来 这个就是住在主里边 怎么样住在主里边 怎么样与主连接 约翰福音15章4节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边 我也藏在你们里边 子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 也是这样 阿妹 所以每天再忙 每天再累 每天再困 每天事情再多 每天一定要有时间 好 主连接 每天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亲近他 来等候他 可以不可以 阿妹 哈利路亚 每天这个事情一定要分 这个时间一定要分别出来 与资资与葡萄树相连接 你不但会得着力量 你也会得着智慧 你也会得着更多的神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一定要与上帝相连接 要分别出这个时间来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魔鬼撒旦就让我们忙忙忙忙忙 哇 忙包括我们的福祉了 有时候真的忙忙忙忙忙 太忙了 让我们没有时间与上帝相连接 没办法住在主里边 那你就怎么没办法做刚强人 后面说你就没办法站立得稳 没办法站立得稳 你连自己都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你还怎么样帮助人 怎么样福祉教会 这个却不可能了 对不对 所以求上帝来恩待我们 我们资质要与葡萄树 每天相连接 第二节经文 四篇一章三节说 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椰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 尽都顺利 所以我们要像什么 告诉你说 你说我就是那棵树 你就那棵树 哈利路亚 告诉你别人说 你说你就那棵树 所以你要怎么 每天住在树里边 这个树要每天栽在溪水旁 栽在圣灵的活水泉源里边 栽在它的活水的江河里边 然后你就什么 按死后结果子 你就会得到力量 你就会胜过仇敌 你就会传福音 有果效 哈利路亚 你又给别人祷告 医病 那个病就得到医治 你要赶鬼 那个鬼就逃跑了 哈利路亚 你就可以结果子 这个就是果子 哈利路亚 而且那个活水 在你接触那个生命的果子 圣洁的果子 得胜的果子 都在你的里边 哇 所以我们就是那棵树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是那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死后结果子 耶字也不枯干 凡他所作的 怎么 尽都顺利 要不要尽都顺利 那就栽在溪水边 哈利路亚 就每天住在基督里边 每天住在这个房租的里边 就是末世的房租 耶稣的基督的里边 能力就会充满你 神的能力 神的恩典 神的智慧 都会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哈利路亚 神的光会照耀在你的身上 哇 搞不好你就像保罗一样 像彼得一样 走过去 那个影子都可以治人的病的 哇 我真希望我有那一天了 别人在我面前走过去 诶 我这个怎么不疼了 诶 走过一摸 诶 我这个流子怎么不见了 好不好 哇 感谢赞美主 我们知道我们新西兰 有一个康麦克牧师 当时以前 他好像是个物理学老师 他当时他的学生 刚接那个班的时候 他们的班的学生成绩都不好 然后他就每天 七天 半个小时多长时间 然后就到教室里边去祷告 为了每一个孩子祷告 不但用悟性祷告 而且用放眼祷告 哇 咳咳巴拉大撒 每天就在那祷告 哇 然后祷告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们班 学生的学习成绩 哇 都起来了 然后他那个教室里边 充满了神的恩高 你知道不 哇 有一天一个老师 从他那个眉口一过去 咚 滚到那儿去了 吓死了 还以为怎么回事 结果好像起来以后 真的生病了 反正起来以后 心情挺好的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说我们要多祷告 感谢赞美主 有人从我们丰盛 生命教育 那个眉口一开 过去以后 哇 他就感觉这地方不一样 这地方有神的 大大的同在 这地方有神 大大的恩高 阿们 哇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大大的蒙福 哈利路亚 哇 就是家庭开始变得和睦 身体开始变得健康 怎么样 凡事顺利 万事横通 尽都顺利 阿们 可以不可以 但我们要花出时间了 来到主的面前 主的面前 这加拉太说 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再看一句 说我已经与基督 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什么 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并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是以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当我们 过两天 我们家里面受洗 就是这样 我们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我们就在祂的里边了 其实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死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祂的里边 我们的老五 我们的旧 我们的罪身 已经与耶稣基督 同定十字架 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今天就知道 我们其实是在祂的里边 我们的老五 我们已经与祂 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祂在我们的里边活着 我们也在祂的里边活着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记得尼托圣弟兄 以前打过一个比方 打过一个比方 就是说 耶稣基督就像那一本书了 我们就是书中 那个书签了 然后这本书到什么地方 书签就到什么地方 我们就是住在 耶稣基督里边 阿妹 如果今天把这本书 寄到美国去 然后你就到美国了 如果把这本书 寄到中国去 然后你就到中国了 哈利路亚 想不想去 想去吗 不想去 耶稣今天复活升天了 坐在天上了 坐在阿巴弗上帝的右边了 所以你今天也在 阿巴弗上帝的右边 哈利路亚 以我所说 就是说 怎么说 说我们过去是死在 罪恶过犯当中 但今天我们已经 与祂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得救 是本乎恩义 也赢着信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免得你自夸了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们 与耶稣基督 其实一同坐在天上 知道不知道 你觉得你坐在 丰盛生命教会里边 你坐在这个椅子上 其实我们的灵 与耶稣基督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你今天 可以与耶稣基督 一同智掌王权 所以我们以后 不要苦苦地求上帝 上帝求求你了 我是个可怜虫了 我求下你帮助我一下 什么不用的 哈利路亚 你要奉主的名宣告 上次说 神的应许 全是属于你的 阿妹 你只要与主相连接 你会凡事顺利 万事亨通 你会身体得意志 阿妹 一切魔鬼撒旦 不能靠近你 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 我们今天的地位 是在天上的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所以你可以命令 魔鬼撒旦 抽叠完全离开你 命令疾病的权势 完全离开你 完全被粉碎 你就有这个权柄啊 哈利路亚 你不再一样了 过去我们是乞丐 过去我们是努力 但是今天我们不要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王子 我们是公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们都不行 你们是王子 是公主 哈利路亚 我是王子 我要敬赫 我是王子 哈利路亚 你说王子 哇 感谢赞美主 告诉你说 你说我是王子和公主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经文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是教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 刚才我们靠着主 就是住在主里边 阿们 耶稣祖主 他说我教你们知道 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 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今天我们在末世的方舟里边 我们是有平安的 所以不要每天人心惶惶的 哈利路亚 你是有平安的 上次我们说到平安 哇 就是一切的美好 不单单是初夜平安 入夜平安 平安是什么 平安是凡事顺利万事横 平安是身体健康 平安是傻弄 哈利路亚 一切的美好 在耶稣基督里面 今天统统守于我们 感谢赞美主 就得胜守于你的 智慧守于你的 哈利路亚 能力也守于你的 哈利路亚 在耶稣基督里边 守于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那个书签在他里边 所有的我们都可以享受 感谢主 这是什么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在世上有苦难 这个世上真的有苦难 哈利路亚 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罪恶 魔鬼撒旦还在偷窃 毁坏撒害 还在拱击 是不是 但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尽管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但是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准确一点地讲 这个苦难与我们没关系 哈利路亚 这个苦难 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了 感谢主 阿们 这个苦难不属于我们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最幸福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基督成大地震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要让它地震的 不是那个意思 不要误解 我基督成地震的时候 我真的是我最享受 最安息 最安静 哇 我在中国 我在中国 也是那个新盼的时候 哇 有一段时间 我在那边扶持教会 两边跑的 我辛苦得累得不行 后来说 我们那个小区 可以出现一个新盼 把小区给封了 我不能出去了 哇 我在家里面好享受 开玩笑 开玩笑 我有更多时间 这家可以安静 可以等候神 可以亲近主 我真的觉得好得无比 哈利路亚 那个外边的新冠 真的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与我真的没有关系 我是在耶稣基督里边 我知道我的主在掌权 哈利路亚 魔鬼撒旦要偷窃 毁坏撒海 他想借着新冠 来夺取我们的生命 他想借着新冠 来毁坏我们 哈利路亚 他甚至要毁坏人类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是在耶稣基督里边 我们知道上帝胜过这一切 哈利路亚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 有平安 有喜乐 我们有健康 就算我们不小心 真的染新冠了 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态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很快就恢复了 很快就恢复了 我不是说 我上次我也有好几次生病了 但是在主里边 很快就恢复了 我今天是不是很健康 我今天真的很健康 而且我觉得我越活越年轻 有人还说你越来越可爱的 我说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上帝 哈利路亚 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们在主里边 可以活出健康 活出美好 可以烦恼还童 阿妹 可以越活越美好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耶稣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边 我们有平安 这个世上有苦难 但是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感谢赞美主 所以苦难不属于神的儿女了 我们的苦难是我们都是自找的 我们的苦难都是我们自找的 哈利路亚 像我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 苦不苦 不苦还是苦了 你们倒说得好 你们吃了没吃 你们吃了我没吃 你们说不苦 但我是自愿的 不是我冰箱没东西 我冰箱有好多东西的 我都可以吃的 我选择不吃 是这样的意思 明白吧 哈利路亚 我们选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 我们选择到这个艰苦的地方去 我们选择到非洲去 哈利路亚 为了福音的缘故 哇 感谢主 我们选择三天进食祷告 我们愿意 是我们愿意 我们不是没办法 我们不是可怜的 没吃的了 哈利路亚 哇 感谢主 但是我们选择 愿意为主而吃苦 是这个意思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的苦难今天绝对 我们不接受 从魔鬼撒旦来的偷窃 毁坏撒汉 不接受魔鬼给我们制造的苦难 哈利路亚 我们相信在神里边 我们可以得平安 我们可以得健康 我们可以全然得胜 阿们 这是第一点 我和大家分享的 然后第二点 认识仇敌魔鬼撒旦 所以第一点 我们靠着主 住在主里边 我们做刚强人 我们做刚强人 第二点 我们直到属灵增战 我们一定要认识对方 认识魔鬼撒旦 认识他的轨迹 认识他的作为 我们就可以百战百胜 以后所说 刘章十一节说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府军装 就能抵挡什么 魔鬼的轨迹 魔鬼真的很狡猾 刚才说我们人类 才有六千年的历史 他的年代长多了 他的真的不知道 是几千年了 几亿年了 而且他和人类 已经打交道 打了六千年的时间了 我们知道 他是堕落的天使 下面他是堕落 路西佛 他是蛮有智慧的 其实还挺美丽的 所以魔鬼撒旦 不是说像我们以前 想象的青面獠牙 长两个牛角 我们以前说的 鬼没下把 丑得不得了的 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魔鬼有时候 是化作光明的天使 他真的 可能有时候挺美的 你不知道他就是魔鬼 不知道你就怎么样 就上当受骗了 所以我们要认识识别什么 魔鬼的诡计 识别魔鬼的诡计 所以这说 因我们并不是于 这个守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 知证的 掌权的 管辖着 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 守灵气的恶魔来征战 原来意思就是 甩礁的意思 征战 所以我们不是于 守血气的征战 告诉你别人说 你说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说你不是我的仇敌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有时候 常常搞错对象了 对不对 搞错对象了 所以说我们 求主来帮 我们的敌人 今天只有一个 就是魔鬼撒旦 我们地上 我们的敌人 只有一个 我们只要是人 你就有一个仇敌 就是魔鬼撒旦 其实只要是我们人 魔鬼撒旦 就不放过我们 下面我会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个 我们教会前 是黄牧师 给我的一个小兔兔了 黄牧师现在 把他丰富了好多 如果只要是人 魔鬼撒旦 就不放过你 我们知道 上帝把他甩下 他本来要 与上帝为仇的 但是他没办法 与上帝抗衡 所以他就怎么样 攻击用神的形象 和样式 所造的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身上 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所以只要是你出生 只要是你人 魔鬼都不放过你的 你就是他的仇敌 特别是我们成为 基督徒以后 他更是不甘心了 所以他用各种的方法 各种的谎言 来欺负我们 控告我们 定我们的罪 偷窃毁坏杀害 当然我们这儿看到 魔鬼撒旦是像一个军团一样 乃是与那些 制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 苏灵气的恶魔征战 他像一个军团 他是有层次的 他是有 就像我们军队 有总司令 然后有什么军长 有什么团长 鹰长 什么连长 排长 他是有 他整个一个军团的 我告诉你说 哈利路亚 所以魔鬼撒旦 像今天这些 搅扰我们的这些 都是小楼露兵了 魔鬼撒旦都不出动的 圣经上记载 马太福音第四章 约翰 这个约束基督三次受试探 那就是魔鬼撒旦 就是堕落那个天使 找他亲自出动 来试探我们的主约束基督 哇 那是大人物了 像我们这些小人物 都是那些小某某兵了 你怕不怕他 怕不怕 怕不怕魔鬼撒旦 真不怕吗 怕不怕 不吭气 怕不怕 所以再大一点 怕不怕 不怕 真不怕 感谢主 其实真的不用怕 今天是魔鬼怕我们的 你要记住 我们是住在主里边 我们真的是胜不过他 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里边 我们住在主的里边 魔鬼撒旦一看见我们 他没有看见我们 他看见是我们的主了 他看见主以后 他害怕不害怕 他怕死了 两千年前的时候 魔鬼上帝在十字架上 把他折磨的 把他头已经给他打烂了 已经完全败坏 魔鬼撒旦的作为了 所以他一看见 我们住在主里边 他就怕得不得了 哇 他却看不见我们 所以应当是 菲律比说 我们今天是藏在 耶稣基督里边 就藏在神的里边 我还记得 我们家太太了 我们俗改了 我们当时以前 在那个New Britain那边 住的时候 真的有个叫 Trivers Country 然后那个Trivers Country 一进那个路口 有一家印度人 房子好大好大 然后他们家每一周 有一次那个印度教 那个教什么教 反正是印度人 他们那个教 在那边聚会的 然后一走 走路走到那儿 我本来是从他没前面过去 到我家进 然后在那走路的时候 手改一走到那儿 就躲到边上去了 他就躲 他就有点害怕 说别摘上什么东西了 说别让他们把我攻击了 我说你不用怕吗 你怕什么呢 我说我们是 穿戴神的全副军装 我们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到底是他怕我们 还是我们怕他的 到底谁怕谁的 他怕我们的 对不对 那你们怕不怕 那其中我也是一样 我以前的话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那些好多和尚 都是我的好朋友了 我以前和和尚讲道的 我说我相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说你这个 马克思主义都是小道 我说我这个佛教是大道 你们这是小道 我后来就把他迷住了 我说我要了解一下 你这个大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把那个和尚请到我家吃饭 然后和他做好朋友 我们那个地方当时有一个 在我们三西农业大学边上 那边有一个山 叫大佛山 那边就有个庙 庙里面有和尚 年轻的 挺帅的 我就把他请到我家吃饭 然后叫他谈谈这个佛教 了解一下 我那个时候看起来他挺可亲可爱的 挺好的 你看我和他交朋友 然后我给他讲讲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给我讲讲什么佛学的 什么冷言经 金刚经的 给我讲讲 我觉得哇 真的是大智慧 我说我们这真的是小道 我说你这是大道 厉害厉害厉害 然后后来我来新西兰的时候 我还抱着一个目的 我当时接触我们基督教 以前就知道有个耶稣了 知道就一本圣经了 我说这个基督教太肤浅了 就只有一本圣经 而且一看那个四福音 马太福音 陆基亚福音 什么约翰 一看重复来重复去的 好多故事都重复 这个太啰嗦了 这个太肤浅了 我说我过来要把我们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我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 把它介绍到这边来 然后我以前还在练武术的 你知道吗 我从小练武术的 我从小我们村里面就是武术之乡了 我会练大红拳 通辈拳 然后后来我到三级龙大上学的那边是行义拳的发祥地了 然后我也学习内加拳 行义拳 太极拳 然后还练八卦掌 我告诉你说 猴拳也练了 然后到新西兰我说把这些东西传给他们 然后再赚他们一点洋钱 然后结果没想到过来以后一看圣经一了解 后来 哇 神把我给俘虏了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说我的意思 我以前见那些和尚那么好 后来我一信主以后 我一看见那个穿道士袍的 穿那个和尚衣服的 我也就躲着他们走 我就看见说 这个这个不要有什么战争了 不要有什么 我也躲着他们走 有时候我几次回国 一看那个穿那个和尚衣服 看什么我就躲到一边去 心里面还是有点好像有点小担心 不要这个 我把他们就挡成魔鬼了 我把他们挡成魔鬼 他们是不是魔鬼 他们是不是魔鬼 和尚是不是魔鬼 其实他不是魔鬼了 他就是换了一身衣服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不要给和尚传福音 要不要给道士传福音 那一都见他老躲着走 你怎么给他传福音呢 是不是 就没办法给他传福音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不怕他们 我们今天不用怕他们 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边 哈利路亚 那个 牧师可以不可以和那些 什么和尚庙里面的长老 探讨探讨 可以不可以 我下次有激活 我准备和他们探讨探讨 感谢主 所以说魔鬼撒旦 是制正的掌权的 空中熟灵器的恶魔 但是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 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边 我们不害怕他们 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 我们知道好多的佛教徒归向主的 太多了 我说我以前其实就是信佛教 但是你看我后来就归向主了 感谢赞美主 我才知道 哇我们的主真的是 是独一的上帝 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 太美好了 所以释赞基督说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服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一切 怎么还能站立得稳 所以我们不但要抵挡仇敌 在磨难 其实磨难就是在患难的日子 在不容易的日子 神子今天可以说 就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这个末后的日子 真的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日子 好多的问题 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战争 疾病 瘟疫 你看 哇 这个地震 好多的患难 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一切 还能什么 站立得住 哇 所以我们不是说 什么都不做了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 不但要做 而且还要什么 站立得住 阿妹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说对魔鬼撒旦 我们今天可能有两个极端的认识 一个就是说 有的人真的 甚至有的教会 从来不讲魔鬼的 不讲手帘征战的 他们不相信属灵的事情 甚至说 基本上讲的 好多都是道德律法方面的东西 这个源源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属灵的 我们的上帝是属灵的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 我们基督徒也是属灵的 阿妹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魔鬼是真实存在 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但是魔鬼真的也是真实存在的 有的就不承认魔鬼的存在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认为魔鬼是无所不能的 魔鬼是不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昨天收洗了 我们在一起学那个神的属性 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永远长存 根骨不变 永远掌权 他是永恒的 哈利路亚 而魔鬼撒旦是有所知 有所不知 他不是说所有都知道 我们今天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好多东西他都不知道的 他看不见的 他知道一些不知道 如果他真知道 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神的救援完成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全人类的罪 完成了美好的救援 神基督借着这样一个柔弱的羔羊 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打败了魔鬼撒旦 他知道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知道他挺高兴的 哇 我把这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三次试探 三次试探 你看你都没有上当 但是最后我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了 他正开心开心 他以为耶稣基督完了 结果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 咽气的那一刻 他说什么 成了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阿妹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耶稣得胜了 魔鬼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神的计划 哈利路亚 所以他也是有限 当然他比我们可能知道多一点点 有限 因为他现在在灵界里面 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吧 所以他可能看到我们过去的一些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找那些算命的啦 什么粘剥的啦 什么看相的等等啊 他一说 哇 15年前你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的你好准啊 哇 你就吓死了 你说哇 这个算命的好厉害 然后你就跟上他跑了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告诉你说上魔鬼的当 阿妹 魔鬼他知道你的过去 他没办法帮助你的明天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知道我们的过去 也知道我们的明天 他给我们人生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 所以我们依靠上帝 就会全然得胜 阿妹 所以别上当 要认识魔鬼撒旦的轨迹 要认识魔鬼撒旦 不要上当 阿妹 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也可以祝福帮助别人 我们看这一节经文 所以魔鬼今天他就是利用 因为他已经失败了 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完全被打败了 完全被打败了 所以说 他今天只能怎么样 欺骗我们了 只能说谎话了 只能说谎话 这些经文说 约翰福音说 八章四十四节 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知道 魔鬼撒旦今天就借着欺骗 就是欺骗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我再看这一节经文 第二个 魔鬼撒旦今天就是要空告我们 说 奇字路说 我听见 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援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你们面前 昼夜空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甩下去了 所以魔鬼撒旦 他的诡计是什么 今天就是诱惑我们 欺骗我们 说这个没事了 这个没关系了 像我今天抽烟 说你再抽一支 没关系了 再这个这个 吸一口毒 没问题了 他就欺骗你 你觉得没事 结果一吸以后 哇 你搞不好去 再次陷进里边去了 然后他就空告你 说看你这个样子 你还是神的儿女 上帝不要你了 上帝不会再饶恕你了 我前两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 我这早上都睡起来了 七点八点钟 国内有一个弟兄 就在我们那边 一个弟兄 他刚到我们那边了 我刚认识他了 他就给我发信息 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说这个上帝还能饶恕我吗 说上帝还接纳我吗 国内晚上两点钟 我估计他在睡不着觉 不知道干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给我发信息 哎呀 我说你这个不要犯罪了 我说上帝还是接纳你的 但是不要再犯罪了 哈利路亚 上帝一定是接纳你的 神儿女的身份 永远都不会改变 哇 我说早点睡觉 然后他就说感谢主 哇他才休息了 所以魔鬼撒旦今天就欺骗我们 诱惑我们 然后最后空告我们 攻击我们 定我们的罪 这就是魔鬼撒旦今天的诡计 他会诱惑试探 欺骗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我不说了 好我把这个图可能给大家说完 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家了解 要了解这个灵界的真相 所以说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是根骨不变的上帝 真神 他是在超自然界 我们也把它叫做灵界 就是神的领域 我们今天信奉的是什么 是这位上帝 在三层天 这位独一的上帝 他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慈爱怜悯 哈利路亚 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 为我们完成了美好的救恩 今天采派保护着圣灵 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这位上帝 真神 在超自然 好多人看过这个图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有些人没见过 然后还有一个二层天了 二层天有什么 有天死 二层天是天死 我们不知道上帝 什么时候创造的天死 但是从我们圣经的第一卷书 创世纪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万物说地面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可能经过了一次宇宙大战 就那个堕落的天死 他堕落 所以在宇宙间有一次大战 所以地面空虚 渊灭 渊灭黑暗 在那个时候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第一天创造什么光 这个日头月亮 创造光 创造黑 创造暗 然后创造植物动物 第六天 他创造我们人类 后来他就安息了 那是在地面 那个空虚 混沌 证明那就是有一个灵界 当时是有堕落的天死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创造了他 但是我们知道他堕落 从今在这个宇宙间 制造混乱 有天死 所以说有一部分是光明的天死 我们知道三个天死长 一个加里利 一个米加勒 还有陆西弗 敬拜的天死 那么这个天死长去堕落 他也带了三分之一的天死 去堕落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魔鬼 就那个牛头了 就是魔鬼 撒旦 哈利路亚 所以要认住他 我们住在主里面 不用怕他 他怕我们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鬼见仇 有一种植物叫鬼见仇 我当时在三西省 我们三西 我当时上大学实习的时候 我们的官地山 到海拔差不多3000米的时候 就出现一种植物叫鬼见仇了 所以今天魔鬼 看见你就发仇 不是你看见他发仇 哈利路亚 是魔鬼看见你发仇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不用害怕他 不用害怕他 这个叫魔鬼 我刚才说 这个魔鬼 只要是人 你就是他的对手 你就是他的对手 所以这些非信徒 你发现他就借着挟制你 借着这个 借着什么 欺骗你 借着挟制 借着欺骗 魔鬼撒旦 非信徒 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他的嘴里边 他随时可以把我们吃掉 只要是你不认识上帝 最后他都有办法把你拉到地狱里边去 就算你做多少善事 就算你做多少钱 就算你积多少功德 只要是不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非信徒了 最终他就会把你拉到地狱的火壶里边去 所以他挟制你 他都不用动你的 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觉得也活得挺好的 但我那个时候是无神论 是进化论 我是讲马克 我觉得我每天也可以 我那时候在大学教书 我的感觉也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 其实我在一直走向死亡 我要不来新西兰的话 我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上帝 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就是被挟制的 被欺骗 被挟制 直到最后走向地狱了 但是感谢主 哈利路亚 后来我们信耶稣 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信耶稣以后 我们已经重生了 已经得救了 已经得着神儿女的身份了 但是他继续什么 借着欺骗 攻击 然后定罪 然后借着这个诱惑 试探 然后来控告我们 所以当我们穿上神的 全副军状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面身份 他就不能再定我们的罪 他也不能再恐告我们了 我们就可以活在 平安得胜的里面 活在平安得胜里面 当然今天有真神 所以我们今天 不是与天使连接 我们是与三层天的 真神相连接 我们刚开始说 住在他的里边 阿妹 子子与葡萄树相连接 栽在活水泉源边 溪水边 神就堪顾保护我们 所以今天真理的圣灵 与我们同在 他引导我们 我们前面说 要顺服圣灵的引导 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们也就是住在主的里边 哈利路亚 他们领受天父的爱 我们就活在主的里边 阿妹 我们进入基督里边的安息 我们就得享平安 我们就免受魔鬼 撒旦的欺骗和攻击 守天的智慧和聪明 就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说怎么样 真理与我们同在 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 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圣灵与我们同在 天父与我们同在 我们每天住在 耶稣基督里边 我们就不受他的诱惑 不受他的试探 他就无法定我们的罪 他就无法来恐告我们 所以我们与三成天的 真神相连接 这个真理的灵 圣灵 耶稣基督每天引导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 然后怎么样 真神还会拆派 圣洁的天使 圣洁的天使 来帮助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天使怎么样 天使厉害不厉害 但是天使是福一的灵 希伯来书上面 说得非常清楚 希伯来书天使是福一的灵 祂是为得蒙救恩的人效力的 所以今天你可以 拆遣天使 阿妹 你奉主的名 拆遣天使 奉主的名 让天使护卫在你的四周 哇 天使暗影扎在 在你的居所 让天使来帮助你 阿妹 我奉主的名宣告 众天使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好多敬拜的天使 征战的天使 这些天使 当我们在这聚会 敬拜的时候 天使就在我们的四周 来祝福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看顾我们 来守护我们 哈利路亚 阿妹 哇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太有福气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 蒙福蒙爱蒙恩宠的 我们在主里边 可以全然地得胜 哈利路亚 好 感谢赞美主 我今天就和大家 这个 然后这个 是的 这个 天使的话 也是有超自然的能力 和知识 所以我们人都希望 有一些超自然的知识 有时候就上当受骗 像以前的话 我接触 我们国内的好多 比如说一些的宗教 什么特异功能 什么 包括现在新世纪运动 一些的东西 超死冥想 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一些超自然的感受 超自然的一些的东西 超自然的能力 超自然的看见 但是我刚才说 如果你不是和一层天的真神相连接的话 它就会把你引入基土了 让你有一点点的好的 地上得到一点东西 地上得到一点名声 得到一点金钱 得到一点什么甚至美色等等 在地上 但是最后它把你拖向地狱的火火 所以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 阿妹 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 我们就不会上当受骗 我们就可以刚强站立 全然地得胜 而且我们就会帮助到更多的人 阿妹 好 因为事件关系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 可以吗 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再分享 阿妹 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因为还有圣餐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领圣餐 预备我们的心 哈利路亚 预备我们的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要认识真理 认识真理 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 我们要认识真理 哈利路亚 圣餐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 耶稣基督 他在上十字架前 他颁布了圣餐 说是为了纪念他 我们神的儿女 他给我们圣餐 是要大大的祝福 我们要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要得意志 因他所受的刑罚 让我们得平安 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与基督 更加的合而为 就是刚才说的 当我们每次领圣餐 我们是更深的 与基督相连结 我们更深的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做钢强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我们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啊你的仆人 我们现在奉你的名 主啊为着圣餐的饼 和杯来祝福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你的圣灵 运行在这个地方 主啊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的真光 照耀在这个地方 主啊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祝福这饼 主啊这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流血 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 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全然的一致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当我们每次来领受 这个圣餐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饼也代表 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在神家里边 主啊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你恩待着杯 主啊这是你留下的宝血 每次当我们领受这个宝血 来纪念你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你已经说成了 你已经成就了美好的救恩 今天我们在你的里边 可以得享平安 亲爱的主 我们不再被魔鬼撒旦来定罪 哈利路亚 在基督里 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 因为生命圣灵的律 已经完全释放了我们 主啊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大大的祝福着圣餐 也祝福我们这一段 圣餐的时光 与我们同在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把一切的荣耀和送赞 都归给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好不好 请我们的分身材的痛苦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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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谢谢你 亲爱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的耶稣 你保全洗净我的嘴 是我永远遇罪的缘 好 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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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 好 谢谢你 亲爱耶稣 是假象 爱我为生命 使我为老 颠覆你之前 谢谢你 为我许在 是假象 为最便 生命的一万全 我感恩 我敬拜 可以值得自由 都因你 那就是第一天 主 王们 谢谢你 主 王们 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耶稣 谢谢你 我们生命流血 谢谢你 我们完成了 这美好的救恩 谢谢你 让我们在你的里边 重生得救 让我们在你的里边 得着儿子的名分 主啊 哈利路亚 主耶稣 谢谢你赐给我们 全副的军装 让我们可以胜过着 魔鬼撒旦 主啊 让我们可以 在地上过平安 美好的生活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主耶稣 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主啊 让我们今天 能够明白你的真理 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圣灵 三位一体的真神 你大大的与你的众儿女同在 主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赞美你 耶稣 哈利路亚 好 如果我们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跪下来 我们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跪下来 一起来领受这个圣灾 哈利路亚 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 哈利路亚 我们向上帝来祷告 我们向我们的神来祷告 向我们的上帝来感恩 谢谢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 他帮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 旧拔出来 帮我们买书出来 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知道我们明天的盼望 在什么地方 求主来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我们现在拿着这个饼 我们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先说几句感谢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我们向他来献上感谢 我们说这个饼 是耶稣的身体 这个代表主的身体 当我们祝福以后 这就成为耶稣的身体 当我们领受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地宣告 因着主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全然的医治 我们要宣告 我们在主里面是完全健康的 神的儿女 耶稣基督 他不但地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他也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 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宣告 我们是全然健康的 我们要站在这样一个 得胜的位置当中 这一切的症状 这一切的不舒适 可能是魔鬼撒旦 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一个一个的 这个的症状 它是非法的 它今天不是合法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已经得了完全的健康 当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 你要命令 在你身体上面的 一切的不舒适 一切的症状 一切疾病的全是 都要全然的退后 哈里路亚 哈里路亚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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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的儿女 因着你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全然的医治 阿妹 我们在你的里面 是健康的 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足享长寿 主哈里路亚 亲爱的耶稣 我们在你的里面 可以返劳还统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恩待我们 你也可以想着你的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 有些身体上的不舒服 你的儿女 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你要奉主名宣告 当你领受这个饼的时候 主医治的恩典 也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哈里路亚 他们在你 耶稣基督里面 也要得到完全的医治 阿妹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来一起 来领受这个饼 我们也宣告 我们要彼此的相爱 我们是 基督的身体 是互为肢体 我们在神家里面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仇敌 只有一个就是魔鬼撒旦 哈里路亚 不是我们的家人 阿妹 不要把我们的家人 当仇敌 要为我们的家人 来祷告 我们要彼此的祝福 当然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有时候 有一些的伤害 我们要彼此的饶恕 彼此的体谅 我们一起来完成 神给我们的托福 神给我们的托福和使命 哈里路亚 好 同样我们现在拿着这个杯 我们向耶稣基督 我们向我们的主 说一些感谢的话 哈里路亚 哈里路亚 主耶稣 我们万分地感谢你 是的 主 这不是普通的血 这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 我们的生命就在血的里边 这个血就代表耶稣的生命 为我们完全地倾倒 完全地舍下 血不流 我们的罪就不会得赦免 今天因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 我们变成 变得那么的纯洁 像白血一样 那么的纯洁 那么的圣洁美好 所有的罪都完全被赦免 完全被涂抹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 现在成义成圣 哈里路亚 我们成为圣徒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宝贝 上帝的公主 上帝眼中的同仁 掌上的明珠 我们是深深地逼他所爱 我们也是要在耶稣的宝血里边 大大的蒙福 哈里路亚 主耶稣 我们真的感谢 你的宝血带着大能 哦主啊 哈里路亚 这个宝血可以使以色列的长子得救 这个宝血也让我们在你的里边 全然得救 主啊哈里路亚 当这个血涂抹在美眉上 灭命的天使就不能靠近 今天我们要喝下你的宝血 哈里路亚 我们知道我们里边有了耶稣的生命 耶稣生命在我们的里边 我们迎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蒙福蒙爱蒙恩宠 我们也可以带着大能 刚强 站立 行主在这末后的时代 哈里路亚 主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向你献上赞美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 听我们祷告 奉主的名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宝血 哈里路亚 是的主 我们谢谢你 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主啊 当我们每次领受着圣餐的时候 主啊 我们知道你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在你的里边 已经得意志了 哈里路亚 我们知道你守天的聪明智慧 已经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亲爱的主 我们不再害怕魔鬼撒旦 我们不再害怕这个邪恶的 这个被陌后的这个时代 我们靠着主 我们依靠主 我们在住在主的里边 主啊 我们顺服主的心意 顺服主的带领 主啊 我们可以真的是刚强站立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继续把那个传福音的烈火 也浇灌在我们的里边 把宣教的烈火 浇灌在我们的里边 主啊 哈里路亚 把医病赶鬼 那个恩膏浇灌在我们的里边 主啊 哈里路亚 耶稣 我们赞美你 我奉主 这个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我要宣告 奉圣生命教会 是得胜的教会 神的儿女 是得胜的儿女 哈里路亚 哈里路亚 我们要继续靠着主 走我们前方的道路 我们奉主的名 宣告 丰生生命教会 陌后的荣耀 要大大的大国先前 哈里路亚 你要把得救的灵魂 大大的加迁在我们的当中 亲爱的主 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里边 要健康地成长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凡来到这个地方的 每一个人都要蒙福 哈里路亚 他们的家庭要得到恢复 他们的身体要得到医治 他们的事业要更加的兴旺 哈里路亚 神的恩高 丰丰满满地在这个地方 哈里路亚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恩待 祝福我们每一位 继续与我们同在 让美好的事情 继续地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向你现在感谢和赞美 把一切的荣耀和送赞 都归给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妹 好 我们可以站起来 唱最后的接受歌曲 哈里路亚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哈里路亚 我们可以征战得胜 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头 哈里路亚 在这末后的时代 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头 哈里路亚 我们唱接受四歌 抬起我的头 哈里路亚 抬起你的头 哈里路亚 哈里路亚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 做自己的爱将我拥抱 哈里路亚 你为我穿上宫一身 天上 你为我穿上宫一身 天上 是我 祝你爱将我拥抱 你为我穿上宫一身 天上 你为我穿上宫一身 天上 你为我穿上宫一身 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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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気泪 救我 我为你涅槽 我的山寨 我的山寨 和花态 还有谁想你 鼓起我 隐喻 我的呼售 我要抬起我的头 搖望住耶稣基督 荣耀 尽管 我思为你 我要抬起我的痛 高唱哈利路亚 大声声道 不一声道不得笑 再来一次 哈利路亚 感谢主抬起我们的痛 哈利路亚 你按着我 你明白的是我 不知心地还将我拥慌 你为我穿上弓异山 铁铃铛 是我不知心地等我 我的心不想安 依靠住地路 我的心不想安 依靠住地路 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 我的山寨和宝败 只想你支持我 你与我的祝福酒 我要抬起我的痛 要望住耶稣基督 荣耀军放不思维地等我 荣耀军放不思维地等我 我要抬起我的痛 高唱哈利路亚 大声声道 不思维地等我 我要抬起我的痛 要望住耶稣基督 荣耀军放不思维地等我 我要抬起我的痛 高唱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 一声靠住地上 再大声宣告 大声宣告 一声靠住地上 大声宣告 大声宣告 一声靠住地上 大声宣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和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主啊 你继续地恩待祝福你的众儿女 继续地祝福我们丰盛生生命教会 主啊 哈利路亚 你在我们当中继续行新事 行奇事 行美事 亲爱的耶稣 我们谢谢你 主啊 教会主啊 是你亲自建立的 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 阴间的权势不可胜过他 哈利路亚 祝福你的众儿女 让我们继续地同心合一 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继续地扩张神的国度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我们爱你 主 我们说 我们爱你 你是毫无察错的上帝 主耶稣 你不会做错事 主耶稣 我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同在 兼顾你的众儿女 兼顾你的众百姓 我们要靠着你 我们要大声地宣告 我们要全然得胜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 大家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手所做的 主啊 祝福我们的福祉 主啊 继续与我们同在 我们谢谢你 恩待我们 让我们下面一周 是美好的一周 是感恩喜乐的一周 是得胜的一周 我们谢谢你 我们的聚会今天就要结束 但愿天父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保护神的感动 交通 团窃 引导 常与你的教会 与你的众儿女同在 直到我们见耶稣基督的面 阿妹 把荣耀回给上帝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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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